新闻现场娱乐话题 带您聚焦艺人欧阳娜娜 最近在网络评价大转弯 因为她在小S最新的综艺节目当中 毫无架子 先是因为车子的座位不够 甘愿钻进后车厢 也会下厨帮忙煮饭 认真学习包装花束等等 让网友大改观 还以没有公主病的千金 来形容欧阳娜娜 一扫过去的负面形象 对不起 我觉得我可以坐在这里 对不起 对不起 车子太小 座位不够 主动要求钻进后车厢就座 就算位置小 车内镜头完全带不到也没问题 小S最新主持的大陆节目中 欧阳娜娜是固定班底 今晚一开始全身名牌 心头增进三十万 被炮红势在炫富 但随着节目播出 网路舆论风向大转弯 这个口喉很难控制 然后我要再做三盘 然后又在等这个冒烟 就算厨艺不是太好 还是跑进厨房当大厨 帮大家准备晚餐 从洗菜备料 到金牛排煮汤一手包拌 眼看来宾都已经坐下来 准备吃饭 欧阳娜娜一个人 却还在厨房里收拾善后 被网友大赞 原来千金小姐 也会洗手做梗汤 好紧张 她心中紧张 欧阳娜娜出道以来争议不少 但随着新节目播出 不少网友大改观 还以没有公主病的千金来形容 扭转过去对她的负面形象 只是近期在微博 Po出的新照片却吓怀不少 四中粉丝 自拍照中招牌急腰的长发不正了 变成耳下三公分的短发 虽然还是好看 更多了过往少见的帅性形象 但不少粉丝呐喊 突然从仙女变老公 有点不习惯 直呼还我长发娜娜 短发造型也意外再度炒热她的 网路人气 这也动不倒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